我們來看一下 如何在這個 星號的前面加空白 那我剛剛已經有解釋了一下邏輯 反正就是在原來的星號前面 加幾個空白 這假設第一支是12 所以相加之後一定是13 這邊一定是11 這邊加兩個 所以一樣是13 最後也是13 所以這個地方 我想到的最簡單的寫法 就是第一個先把它恢復 恢復成原來的正向 1到14 然後後面這邊就不要減1 OK 假設把它恢復成正向 類似像這樣子 那可是如果要讓它向右 有沒有向右移動的話 那當然我們可以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在這個星號的前面 再加上什麼 加上幾個空白 所以最簡單的寫法 第一個 我在前面 加上兩個雙引號之後 中間加一個空白 表示說我要輸出空白 但是空白跟後面東西要接在一起的話 就串接嘛 有沒有 串接 但如果我現在輸出一個的話 你會發現它就一個空白 有沒有 這邊一個空白 每個都一個空白 那就長這樣 可是我不是 我是希望 它這個空白的數量 是跟星號之間的關係 怎麼樣 他們兩個相加之後一定是13 所以我有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這個空白的數量 後面加上乘 然後加一個小瓜糊 因為我要用減的 用13去減掉i就可以了 為什麼要13減掉i呢 因為如果當i假設等於1的時候 有沒有 那我如果13去減掉1 那這邊就是12 那意思是說在前面加12個空白的意思 那當i等於2的時候 那不就什麼 把13減掉2 不是就是11嗎 意思得一推 那減到最後的話 因為i最後的只是13 所以13減掉13 0 那意思是說不要有空白 剛剛好符合我們要的這個 有沒有 所以我最簡單的方法 試過最簡單的就是 在這個前面加這個就可以了 有沒有 用13去減掉i 記得喔 13減掉i的話 一定要在前後加一個瓜糊 因為如果你沒有瓜糊的話 它會去先計算乘號 有沒有 一樣嘛 它一樣預設的話 一定是先乘除後加減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先加減 你記得要加瓜糊啦 OK齁 好 那這個地方把它執行一下 看結果會不會OK 有沒有看到 這樣的話呢 就完全符合我們要的 先12嘛 然後再11 最後是0 欸 完全match 那當然如果你要顛倒的話 顛倒怎麼做 顛倒其實完全跟剛剛一樣嘛 就13有沒有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0 那一樣豆點-1 這樣就OK了 也就是讓它顛倒13 再到1停下來 再到0停下來 OK 輸出到1嘛 然後一定要減1 這個一定要有 執行一下 顛倒過來了 OK齁 好 那再來的話呢 如果我接下來 更困難的 我把它變成正向好了 正向是這樣 1豆點14 OK齁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來試試看 因為這個題目其實 就是那個什麼等腰三角形這一題 其實也是很多考試很喜歡考的 這個也是正到考試題啦 或者是一些那個新人測試的題目 也會是滿常會考的一個題庫啦 OK 那這個等腰三角形的規則 其實跟剛剛有滿類似的地方 主要就是說從哪裡呢 從這邊最高的這個 在右邊這一塊 這邊的話呢 是多出來的 那原來的其實 我們剛剛做的就這邊這一塊 所以呢 如果假設這個等腰三角形 你希望把它產生出來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比較簡單 那當然我把它算一下啦 算星號的數量好了 上面一定是1嘛 本來是1、2、3、4、1到13對不對 那現在的數量的話 剛好是多少 1 然後變3嘛 然後5、7、9 一直到25 OK 所以啦 其實有點像是把那個i怎麼樣 乘上2 變它兩倍 再減1的味道 OK 所以喔 假設你實在是不OK的話 你可以這樣做 可以把這個地方 那個i 這個什麼i兩倍 i乘2 OK 你就把它直接先乘2好了 讓那個星號的數量兩倍 你先執行好了 那你會發現 很像喔 有沒有 輸出的結果已經很接近等腰三角形 但是 有沒有發現 最上面的一顆 應該一顆星 你們兩顆 所以啦 底下應該理論上就是 這個應該就是13 2倍26 可是最底下應該是25啦 所以 這個規則也呼之欲出啦 就是乘上2倍 減1最快 其實我剛開始想的太複雜 我剛開始還要用除的啦 用什麼int啦 我後來發現這個最簡單 所以最後的話呢 那我再把它減1就可以了 減1比較後面再減沒關係 所以理論上這邊應該不用刮虎啦 不用說 把它刮 像前面一定要刮虎 這邊的話不刮虎應該是OK的 就是 乘上2減1 我實行給各位看一下 不行不行 這邊的話呢 我看一下 它會有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會以為說 你這個地方是不是有一個運算 有一個計 所以呢 最後記得啦 如果你假設要這三個一起的話 記得要把這三個刮虎起來 不然的話會出錯 也就是說這邊 I乘上2減1這個公式 你就要把它刮虎起來 刮虎起來等它計算完之後 才能夠跟前面的信號相乘 否則 它會出現這個TypeAir的錯誤訊息 OK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如果假設你沒有刮虎的話 它這個會混淆 OK 所以先把這邊計算完之後 再跟前面的信號相乘 看一下應該OK 執行 這樣就沒有錯了 OK 所以其實好像 原來想的好像很複雜啦 但是後來 就是比較簡單想想 OK 所以首先第一個 我剛剛第一個是 如果這個沒加 第一個就是 我們剛剛的重點回顧一下 這個地方的話 第一個是輸出前面的空白 OK 這樣子 然後其實就是加 空白乘上的數量是13-i OK 其實記得把它串在前面 OK 這個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就是後面再加上一個等腰三角形 我先乘上2 不過好像乘2沒問題 乘2不用刮虎 執行 然後呢 減1的話 記得要把它刮虎起來 所以最後這個地方 你要跟它講說 你先幫我把後面的這個計算公式 計算完之後 再跟這個星號相乘 不然會出錯 執行一下 OK 這樣的話 等腰三角形呢 就OK了 不過啦 之前這個做完之後 有同學馬上問說 老師那如果我要2個等腰三角形呢 我要左右喔 然後還有說 老師我要上下呢 對 然後我要2個 我要3個 我要4個 或甚至你可以畫個 我剛剛講過 耶誕數 可不可以 有啊 有同學就開始是構思了 反正這是一種訓練 訓練你那個回圈輸出的能力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好